有約一百二十萬股東的中鋼股東會紀念品 今天正式開放指定通路領取 我們現場直擊臺唐會館 指定兌換處湧入大批的小股東 拿著開會通知出前往兌換 有人私下透露 九點開始領 七點就來等了 也有不少人對今年的股東會紀念品 散Q表示肯定 不過現場人實在太多了 排隊人籠超過數百公尺 估計呢 需排隊一點五個小時才能領取 讓不少股民抱怨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訪問 哇 為什麼 怎麼說 這麼亂 排的位置不對啦 四個桌子 幾十個桌子排開 每一個同時進行 這樣就會很快啦 股民抱怨動線不夠好 根據瞭解 中鋼今年3Q 準備超過五十萬份 由於中鋼六月十六號才召開股東會 紀念品一直到六月一號都能領 現場除了工作人員透過廣播提醒 中鋼也提醒股東 這次備貨充足 不必搶在高峰期的前兩天來領 強調只要是有開會通知書的股東 一定都能領得到